客场挑战联赛未免冠军 天气金门虎几乎派出了目前球队的最强阵容 四名外援首发出场 客场争生的意图十分明显 而周中刚刚在亚冠赛场 鱼谱和红钻击战90分钟之后 武汉三镇进行了大面积容缓 相较那场亚冠的首发阵容 金汉之战中只有刘电座 维士豪和张小斌三名球员继续首发 其他队员都坐上了替补席 从比赛开始 占据阵容优势的金门虎就选择了主动出击 不断向武汉队腹地发起猛攻 但罗萨进球被吹越位 王秋明后点包抄遭遇对方守门员神扑 以及贝利奇的打门插之喉离 忙活了半场比赛 金门虎没能将场面的优势与主动转化为进球 而得势不得分的背后 则酝酿着金门虎下半时的危机 上半场其实有一些机会吧 但是我们自己自身还是有些急躁吧 然后无谓的一些远射什么的 然后就是过多的丢失球权 然后让对手提我们的反击吧 然后经过中场的调整 我们下半场还是逐渐找到了自己的踢法吧 下半场一时武汉队的谢鹏飞高准意和外员阿奇兹就披挂上阵 开始加强进攻 仅过了五分钟 李扬将谢鹏飞开出的脚球顶在了金门虎队的门梁上 幸运逃过一劫的金门虎没有再次放过眼前的机会 巴顿在一次脚球进攻中和杨子豪完成配合后传中 贝里奇将球点入球门 帮助球队取代领先 此时再看上半时 王秋明险些破门的那次脚球进攻 同样是巴顿传球找到了后点无人防守的队友 这说明过去一周金门虎在打磨定位球进攻战术上下了很大功夫 也体现了教练组对本场比赛 武汉三镇可能采取密集防守策略的充分预估 我们在定位球上其实还是比较重视的 包括今天能够在定位球上取得的得分 我觉得也是对我们这个平时训练的一个褒奖 在接接期时 确实我们在定位球方面有所演练 这场比赛球员也展现出来了这种战术 所以还是比较高兴 主要还是一周的时间可能对我们来讲比较充裕吧 那么相对三镇来讲可能一周三赛 三场比赛来讲会更加的艰苦 所以我觉得我们也比较幸运吧 能够赢下这场比赛 在金门虎队取得领先之后 三镇队终于攻了出来 外援戴文森的上场也吹响了进攻冲锋号 金门虎队则及时收缩阵型 主教练于根伟将杨帆田一农前余秒替换上场 变阵五后卫来加强防守 同时用谢维军换下体能下降的贝利奇 保持攻击线的冲击力 面对未免冠军 准备充分的金门虎 凭借极具针对性的战术设计与执行 和适时的调兵遣将将期待中的胜利带回了天津 球员们还是表现得非常好 众志诚诚 我们最终拿到了想要的结果 在这里也向队员表示感谢 因为这段时间我们也经历了很大的一些压力 伤病啊停赛啊等等 包括等等吧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赛前也说 这三分对我们目前球队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能够保持这个名次 我们这场比赛必须要抢分 所以球员做到了 非常欣慰 希望球队能够保持这种势头跟状态 打好后面的比赛 拿下未免冠军 金门虎队对史顶级联赛的累计积分 已经超越1000分 达到了1001分 这场里程碑式的胜利过后 全队来到客队看台球迷区 与远征的金门虎队球迷完成了合影 三连胜后 金门虎队虽然还暂时排名第八 但是与联赛位列第四的成都融成只有三分差距 下一轮两队直接对话 金门虎队有机会给球迷带来更大的惊喜 我觉得每场比赛都是非常的艰难 尤其在客场 还跟武汉这样的强队交手 重要的是我们赢下了这场比赛 这让我们收获很多 我们接下来非常重要的工作 就是把注意力放在下一场比赛 成都队马上就会来到我们的主场 我们会全力以赴的去准备好这一场比赛 谢谢大家 感谢您的观看